现在奉主书圣明跟大家来查考要被圣灵充满 之后我们再来祷告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的信徒都领受了圣灵 我们领受圣灵的证据就是我们都可以讲灵言 那这个讲灵言就是神给每一个愿意祈求人的恩赐 那这个恩赐是普遍性的 在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灵是非常关键 对我们要真的进神的国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真书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非常强调圣灵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之所以肯定我们的罪被赦免 是因为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有圣灵做见证 所以在洗礼的时候水跟血这个关系就是因着圣灵的见证 不知的水可以在灵里面真的成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这是为什么我们有弟兄可以看异象看到水变成红色的 那有圣灵这个见证其实是因为这个教会本身是神所设立的 然后在这个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明白真理 我们接着来遵行真理 所以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个洗礼的方法呢 我们就很谨慎的每一步都照着圣经的根据来做 所以圣灵其实是神先降下来的 因为这个是按照神救赎的计划里面 这个时候就是已经漠视了 所以在这个神的时间里面 这个圣灵先降下来以后 这些基督徒他们才发现 原来这个一千多年以来 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圣灵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 这个整个救恩是神计划 神有计划在进行的 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 主耶稣基督他在传道理的时候 他所讲的这个圣灵 在使徒那个时候 他们都经历过 他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在讲什么 所以他们当时候都很相信 耶稣基督有一天真的会再来了 因为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主耶稣 他已经回到天上去 他说他回到天上去的时候 圣灵就来了 所以他既然回到那边去 回到天上去 他有一天还会来 这个也是那个天使 当时候两个白夜天使 跟使徒 明说的 他说你看到他怎么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所以这个当时候 主耶稣的这些门徒 他们就对主耶稣 吩咐了说 要去耶路上等候 等候应许的圣灵 他们就真的这样做了 主耶稣已经跟他们指定说 在什么地方等了 他们就乖乖地回到耶路上去 在那边继续祷告 就等候吧 等到五旬节的时候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三节 这个舌头像火焰就显现出来 就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了 那这个舌头降下来的时候 是大响声 大风吹过 这是一个大的震撼 在他们当中出现 那当时候他们得圣灵的时候 同时得圣灵 那一定是非常的震撼 在那个时候 他们第四节就说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 那所以啊 这里看到他们得圣灵 那个时候就被圣灵充满 那他们的被圣灵充满 当然是蒋灵 就是舌头像火焰显现 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之后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就说起别国的话来 他们当时候就开始讲灵养了 我们中文圣经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语言里面 没有什么实践概念 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实态 我们分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中文里面 也不分男性女性 就是阴性阳性 我们也通通不管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他或他 你就是万里人就搞不清楚 是男生女生 但是英文人家就分得很清楚 你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 还是现在进行式 这个实态 他们就在这个其他语文上就很清楚 但对我们中文来说 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 他到底是现在正被圣灵充满呢 还是已经被圣灵充满过了呢 我们其实从语言看不出来 但是感谢主 因为新约圣经原文是希腊文 那希腊文这个文法的实态 就非常严谨 二章第四节这里 这个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当时候原文的这个实态是 就是简单过去式 就是他这个实态本身就是 过去发生的一个动作 就是过去发生过的 所以他这个从 这个语言文法上的所谓的简单过去式 那个就是过去已经发生过 所以当这个圣灵降下来 大响了下来 舌头像火焰显现 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 这个在那个时刻上 那个时间点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 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 如果领受圣灵的人 你在领受圣灵那一个当下 你通常都会知道 这个叫做神的灵 然后我们人都会感受到 像主耶稣所说的 从腹中涌出活水的降回来 其实我们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追求到我们真的很肯定 圣灵与我们同在 就住在我这里 然后呢 他就是会给我力量 他会让我改变 那圣经在 从十六千段开始 就记载很多 有关圣灵的 圣灵的工作 或是圣灵的感动 十六千段从第二章开始 然后如果现在看第四章 第四章第八节 这是针对彼得这个人 彼得那时候 他被圣灵充满 就对他们说 就对整个公会人说 彼得这个人 他这一个动作本身 也是一样的时态 跟第二章四节一样 简单过去式 那也就是说 他在那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过去的一个那个时间 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就很勇敢地开始 起来讲话 他不怕说 我底下是长老 底下是那些公会的成员 都是很有地位的 所以他这个 所谓的被圣灵充满 就在描述 他有一个神的能力 出现在他身上 我们现在在看 第四章的三十一节 四章三十一节 那这里 他们在他祷告完之后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他们是祷告完之后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 然后接下去 他们有一个动作 他们就很勇敢地去传道理 这里的时态也是一样 简单过去式 就是过去发生 他们祷告完之后 就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当一个人领受圣灵 那个时候 他就被圣灵充满 要领受圣灵 讲灵言的时候 那如果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就有一个表现 他的表现就是 他会很勇敢地去传福音 然后他会讲论神的道 他就开始对神的道理 会明白 那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时间去做这个 很深入的一个一个去查考 如果我们有工具 有兴趣的话 你就查查看 这个圣灵充满的 在使徒经里面怎么写的 在圣经里面 现在有一个地方在以无所书第五章 我们请看以无所书第五章 这是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它的实态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以无所书第五章 Ephesians chapter 5 第十八节 这里说你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难要被圣灵充满 那这个以无所书第五章 基本上他整个整章都在讲 我们生活上 圣经对我们生活的教导 要谨慎行事 要爱惜光阴 不要做糊涂的 那都有一个目标 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 那现在说不要醉酒 因为酒会让人放荡 但是反而是要被圣经充满 就是一个对比 那所以现在 人家酒徒 他最喜欢喝酒 所以那个 如果醉酒人 他就很享受 他如果喝得醉满满的 他就说在这里面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觉得很舒服 这个酒可以让人放荡 所以如果酒徒 酒徒如果没有酒 他没办法过日子 那是有酒之后 他讲话就大声了 然后精神就来了 你看那个 我们以前有一个刘弟兄 叫刘双贵 他那个喝酒喝到 那个蚊子钉下去 那个蚊子醉了 他自己真的看到 那个钉完 钉完他的蚊子 挥到上去的时候 就掉下来 因为他被钉 他也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他喝完酒 回到家的时候 他太太小孩 都已经搬走了 搬光光 他都不知道 回到家什么 什么 家里空空的 那个之前 那个太太跟小孩 不知道 跟他吵过多少架 没有用就是没有用 他没有酒 就是没办法过 他做什么事 都一定要先喝酒 才有办法做 做生意也是要喝酒 他有一次说 从中部到北部 去做生意 一去做以后 去喝了七天 再回来 不知道去戒酒 戒几次的 就戒不掉 没有用 他没有酒 就是没办法过生活 但他又很痛苦 其实说实在 他后来信主 来见证 他说很痛苦 有酒 他就很勇敢 所以 酒 醉酒人 他是酒 是让他放荡的 就是赌博 就是可以跟你吵架 他就不害怕 勇敢 但是带来的是什么 痛苦 后悔 但是就是 下一次还是继续的 没有办法 好 那我们现在想 为什么圣经里面 把这个醉酒的事情 跟被圣语春宝 把它放一起 他说 现在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当然不是酒徒了 但是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像那个酒徒 喜欢酒 然后被 醉在酒里面 那个感觉来 祈求被圣灵充满 如果我们从那个酒徒 喜爱酒的程度 来看我们今天 祷告 求圣灵 我们要 祈求被圣灵充满的 那个想法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现在其实 离被圣灵充满 都差很远 那个酒徒喝酒 也不是一期间 他就会喝醉的 你看那个 一般人 有人一开始 小孩子开始喝酒 他从年轻开始喝酒 是一杯两杯 开始慢慢 一罐啤酒 两罐啤酒 开始慢慢 培养出那个酒量 我们有人说 那个酒那么苦 为什么 他们都想不懂 为什么这么喜欢喝酒 对酒徒来说 就跟你说 你实在是不懂 不懂这个酒的好处 但是他喝酒喝酒了以后 他就喜爱 然后他就会沉溺在这个酒里面 但是 你看一样的原理 我们今天如果来看这个圣灵这个事情 我们被圣灵充满 跟酒醉 完全不一样 酒徒是先乐后苦 他现在喝完酒 现在觉得很好 对不对 但是醒了之后就很痛苦 那他那个满足只是短暂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是被圣灵充满 就不一样刚好相反 那个喜乐 勇敢是持续性的 然后我们那个 你看被圣灵充满人 喝酒酒徒 如果酒醉 他讲话就以文伦次 但是被圣灵充满人之后 讲话就很小心 完全相反的表现 所以今天 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 需要让我们去重新去思考 我们今天怎么样利用神给我们这个最好的恩赐 我们强调领受圣灵要以双为凭据 这是起点而已 以受方言 讲一言 我们今天受洗完之后 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就被主耶稣称义 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不同的身份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一棵树 这个树枝 重新被连在这个树干上 重新被接之接回去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可以吸取这个 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 所有的给的福气了 我们说 我们今天连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是连在哪里 连在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是神自己建立 在祂的救赎计划里面 末世的时候兴起的 那个使徒之后 后来 大概在第二世纪以后 慢慢的基督徒 就不知道说 什么叫做得圣灵 在使徒至少在启示徒那个时候 那大概在公元九十几年的时候 那些基督徒他们绝对不会陌生说 信耶稣要祷告求圣灵 要被圣灵充满 他们都知道的啦 因为他们都有经历 弟兄姐妹事情都可以讲灵兵 每个人都知道 就好像我们现在 你说来建基督教会 哪一个人不知道的时候 要祷告求圣灵 是要讲灵兵 我们当然没有很直接的证据说 什么时候圣灵停降 教会里面没有人再去讲这个 要讲灵兵这个事了 当然 有没有实际记录 在当时 圣灵停下来 但教会里面 文献里面有一个 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 反推回去 156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人 起来大声呼吁说 信耶稣要得圣灵 要讲灵兵才算 所以其实在主耶稣 升天之后 大概一百多年之后 就这个大部分的信徒 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得圣灵了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历史就一直延进 时间推进到现在 一千多年 你快两千年以后 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知道什么叫讲灵兵 但是就主耶稣的福音来说 没有得圣灵 你怎么有办法进神的国 在神议定的时间里面 你看圣灵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重新降临 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这个真理就显明了 然后神一定要指定 一定要自己兴起他的教会的 然后你看神就那么奇妙 他就让这些 这几个比较真的比较追究基督徒 他会可慕得圣灵 求圣灵 他去求 求完之后 你看圣灵降下来 那个神的那个 启示一出现 这个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那个真理马上显明 要守完昔日 洗礼奉耶稣的名 要面向下 跟耶稣死的形状联合 要接受洗脚 主耶稣的洗脚 与主有份 这个教育就开始形成 这个教会就开始建立 然后福音就开展出来 所以我们说 现在我们受洗归助基督 我们是归助主耶稣基督 所兴起的这个教会里 这个教会是 既然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一定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灵 也就是说教会本身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的灵的证明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 请看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九节 罗马书第八章 第九节 罗马书第八章 九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我们今天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了 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了 在神面前我们的身份上 我们已经不属肉体 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 人若没有基督灵 怎么是属基督的呢 今天我们归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教会 今天这个神的教会 是有主耶稣的灵 亲自在这里做工建立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 其实我们真的 你知道我们一定有主耶稣基督的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 为什么我们叫做应许 我们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一定是可以领受圣灵的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这个肢体的一部分 身体的一部分 一个肢体了 这个身体本身是属耶稣基督的 他是头 他是活的 他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 我们属灵的生命 实际上是活着的 我们的活着是因着这个身体 这个教会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灵 在这里做工的 那所以我们受洗完之后 我们领受了一个什么 什么不一样的身份 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领受了一个应许 这个圣灵要讲给我们 那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体验到 十六条二章世界的时候被圣灵充满 然后呢我们要继续追求像那个酒醉的酒徒 可慕喝酒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要被圣灵充满就是 其实我们开始讲灵言 我们绝对不能够停在说 我得圣灵 我讲灵言 啊 可以了 我可以去天国了 其实还差很远啊 如果我们得圣灵的时候 我们隔天就死了 可能啊 但是很可惜 我们得圣灵的时候 我们都还要很多年要活 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其实都还没有真的 还没有 我们没有让圣灵真的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大能 所以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浸在圣灵里面 就像酒徒 醉酒人 醉在酒里面 会喜爱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 好好的利用圣灵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人 追求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之后 我们的表现就不一样了 我们会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因为圣灵是主耶稣基督的灵 你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实战过生活的 他干年为我们牺牲了 所以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神的国的事情放第一位 这就是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结果 使徒保罗他自己说 他是夏瓦基督的 圣灵充满之后 他的表现就是 他已经跟世界说 对世界说我死了 然后对世界来说 保罗已经死了 因为他救人已经死了 他现在是一个新人 为耶稣活着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追求被圣灵充满了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更新了 我们最近有一个问题 就在讲什么时候结圣灵的果子 我如果还没有讲灵言 我会不会结圣灵的果子 那其实我们已经落入 什么叫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我们说那个 加大太书第五章 你看一下 加大太书第五章 第二十二节 圣灵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和别 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解释 这九个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测词嘛 但是这个圣灵的果子 这个果子本身是单数 所以其实圣灵的果子 是我们生命更新之后的表现 就自然的表现 那这个表现 它在讲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跟这个圣灵 跟情欲相争的问题 是我们顺服圣灵 还是顺服情欲的问题而已 如果我们还是顺服情欲 就好像其实我们就是醉酒 在这个情欲最终之后很享受啊 这样子就是满足 这要自由 但其实这个就是罪 但是如果我们是顺服圣灵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浸在圣灵里面 被圣灵充满 那么我们的生命必然改变 那改变是什么样的表现 就是这里所说的 他这里仁爱喜乐河边 每一项都是 都是我们生活上 别人可以看出来的 不同的 不同的行为 是整个生命的呈现 所以被圣灵充满人 绝对不会是 他是仁爱的 很有爱心 可是 又很不节制 他是 他是很有喜乐的 很喜乐 但是呢 可是 他又 他又不会是那种 这个人是很喜乐 可是这个喜乐 好像是 等一下要觉得很空虚 圣灵的果 圣灵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生命 一定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 一个有恩赐的人 他很必然的不会以恶报恶 他一定以善生恶 有圣灵充满了忍耐 绝对不会说我忍耐有限度 我忍耐两年了 我不能再忍耐了 我已经被骗十次了 我怎么可以再被骗十一次 这怎么可能会是 这怎么可能会是 所谓的圣灵 结束了 生命的呈现的忍耐呢 所以 今天 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 其实 我们要 要 像 这个酒徒 他为了要得到酒 他不自一切代价 是这样的 你看那些 醉酒的 倾家荡产 都要去喝啦 没有喝不行 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 就是要 我们真的要渴慕说 我需要这个圣灵来帮助我 那 他的生命 才有办法真的更新 然后才能够彰显出 主耶稣基督的形象 那我们才是真正的 耶稣基督的真门徒 那 我们也才有办法真的遵行道理了 所以被圣灵充满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得圣灵之后 一定要继续追求 我们觉得不要以我能够说灵养为满足 那那个罪恶的事情我们就会远离 我们一定会很乐意的来 忽视神 我们会很自然的顺乎神的旨意 我们自己的意念就 就被神的意念盖过去了 我们每一个生活层面 我们就看到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 我们现在来祷告 祈求被圣灵充满 要用渴慕的心情 来享受神 我们浸在灵里面 那个被神灵感动的 体验 让我们得能力 让我们的生命得更新 得改变 我们一起来祷告 看一下 今天来能够取得更新的 更新的经济 在什么路上 我们要永远能够取得更新的 喔 先来 再一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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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